今年55周年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呀 它带着呢 绿宝石 这个应该说不是我买的 是我多少年前在保加利亚 东欧保加利亚买的 它是个绿石头吧 叫做绿石头 当时没有想到说 能在绿宝石婚这天送 只觉得很漂亮 所以这次到绿宝石婚了 我就找 您是把当年买的一块石头 找出来当礼物送 您这太省事了 这个主要是我喜欢绿宝石的意 绿宝石的意 对 而且绿宝石送绿宝石婚 但是是我给他买了一套 奥运会的邮票 他喜欢邮票 冬奥会的邮票 您二位是每年还送个礼物 每年的结婚期间日 他的生日 中西方的情人节 这我是肯定送 55年上次我就说过 没赚过 我的天哪 您这也是 中国男人浪漫的代表 我都不是 我这有一个不好的目的 就是说一句好话 办一件小事 我可以懒一年 这一年他都伺候 他生活当中有很多空闲时间来想 既不做饭 也不收拾无嘴 也不洗衣服 他一辈子就想 怎么一句话 撑一年的事 对 然后我的儿子已经下了结论了 我儿子说 妈 你太笨了 我说怎么了 你怎么就吃我爸这套呢 蒙了一辈子是吧 是 这么多年 我见曲老师真的有几十次了 就没有见过他穿错过 这个我觉得就太不容易了 都是那个姐姐给弄的 还您自己啊 每次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要先听一遍 听一遍看我 然后他就问我 你今天穿哪身 我说今天穿那不合适 这个主题啊 还是黑色为主 有一次我穿上一个 又有喜庆嘛 我穿了一个红色的西服 他说这个有点差劲 你这气质不适合穿 你穿那些个 不合适 说你这个 你还是换别的颜色 他都跟我拿主意 那他穿什么衣服 您还拍过 他穿什么的 基本上 我应该这么说吧 他穿什么 我总配合他 绿宝时婚 我问他 你怎么又得 先生得体现点绿宝 怎么也得让我带这个 我没有衣服合适 我说你还是 我就迎合他 他如果里边是个蓝的 我就打蓝领带 这样子 就穿什么都说好 对 对 穿什么都说好 说实在的 他的西服 我的外衣 鞋 全是儿子买的 一身都是儿子买的 全是儿子 天哪